看见大家今天都有回来一起敬拜神 我今天讲到又要挑战Veronica 我今天又要受到挑战了 因为我常讲到就不跟稿了 对方导师说她讲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随稿子 其实也都不是的 我们过去这个星期三 在这个我们的赞美粗里面 就有机会和胡太聊天 在过去这个礼拜三 我们教会举行的赞美粗里面 我有机会跟胡太太有一些谈话 我今天发现我们教会就不止一个胡太 这里有一个 我跟这边这位胡太聊天 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们教会不止于喂胡太 胡太就告诉我听 她在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的病 胡太太告诉我说在1975年的时候 她曾经发生过一个很重的病 差不多40年前 所以当时她还是很年轻 那已经差不多40年前的事了 所以当时她是非常的年轻 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 她竟然告诉我听 她不执着一定要得医治 她告诉我 在这个生死挣扎边缘 她告诉我她当时并没有说很自着的一定要医治 她好像刚才 斯班献詩和詩歌那样 就是全心信靠神 她说她就像刚刚斯班献唱的那样 就是要全心的信靠神 她这样反而退一步 就真的海阔天空 她这样子想 真的是像 好像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她不执着一定要得到些什么 她并没有执着地说一定要得到一些什么 就知她得医治 活到今天 最后她并得到了医治 今天我们讲的《猎王记》下五章 都是技术一个医治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猎王记》下第五章 也说到了一个关于医治的故事 是技术先知以丽莎医治乃曼的神迹 上面是技术了先知以丽莎医治乃曼的技术 在曾求神医治的过程 乃曼仍然是不自觉地用了很多人的方式 我们就试试去研究一下乃曼蒙恩的经过 以她的错误作为我们的借鉴 我们今天要看看乃曼 从她的意志经过 让我们看看她这个错误 是有什么样的见解 首先是哪一个是乃曼呢 首先我们想一想 看一看谁是乃曼呢 在炼王记下五章一节地说 在炼王记下五章第一节地说 亚曼王的元帅乃曼在她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她使亚曼人得胜 她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掌了大麻风 第五章第一节这样子说 亚曼王的元帅乃曼 在她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她是亚曼人得胜 她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掌了大麻风 这节经文我们知道乃曼是一个大人物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乃曼是一个大人物 第一当时的亚曼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第一当时的亚曼国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 而乃曼就是这个强国的元帅 而乃曼就是这个强国的元帅 并且受到亚曼王的重用 并且她有受到亚曼王的重用 第二乃曼曾经为这个国家打了很多成仗 第二乃曼曾经为他的国家打了很多的胜仗 所以乃曼在人的面前 应该是一个很有崇高地位的英雄人物 所以乃曼在众人面前应该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一个很高地位的大人物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 乃曼是一个骄傲的人 乃曼他会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 又获得君王和民众的爱戴 并且得到君王和民众的爱戴 怎会不骄傲 怎么会不骄傲呢 虽然乃曼是一个这么尊贵的人 虽然乃曼是这么尊贵的人 但是他竟然长了大麻风 但是他竟然长了大麻风 大麻风是当时一个很可怕又很难医的病 大麻风其实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怕 他有无法医治的病 这个病对乃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这个病对乃曼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虽然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虽然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但是他没有办法升过疾病和痛苦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胜过疾病和痛苦 因为作为一个人 因为作为一个人 就有人的限制和软弱 就会有人的限制及软弱 不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 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 就好像刚才Leo弟兄 和我们提到昨天有一个飞机失事 好像Leo弟兄刚刚刚刚提到昨天有飞机失事 我相信当那些人搭飞机来到三藩市的时候 我相信当那些人坐了飞机来到九星山以后 他们没有想过原来飞机会失事 跟着有人离世会有人伤亡 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说都已经来到了 怎么会有这个飞机失事呢 而且会导致有死伤 伤亡呢 所以我们人生是不能够完全在我们的掌控里面 所以说我们人生是不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乃曼要面对她这个重病 那乃曼要面对她这个重病 跟着列王记下五章继续告诉你 接下来列王记下第五章也告诉我们 乃曼从以色列国里面俘虏了一个小女子 乃曼她从以色列国捋了一个小女子来 而这个女子就提到说 在撒玛利亚的先知可以医好乃曼的病 这个小女子有提到 告诉她说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可以治好她的病 乃曼知道之后就要向雅兰王要求去以色列 那当她知道以后呢 乃曼呢就去要求她的王要求要去以色列 就要去找这个先知 要去找这个先知 乃曼呢她带了十他年德的银子 和六千舍赫纳的金子 还有十套衣裳去找这个先知 乃曼当时呢带了十他年的银子 六千舍克勒的金子和十套衣裳去寻访先知 那十他年德的银子究竟价值是多少呢 十他年德的银子到底价值是多少呢 《猎王记》上十六章二十四字 在《猎王记》上十六章这样子说 他说暗里呢当时呢 用了两个他年德的银子呢 就买了撒玛利亚十座衫 上面有说 案例她用了两个他年德的银子 就购买了撒玛利亚衫可以建成 也就是说奈曼的十他年德的银子呢 可以买到五座衫 也就是说奈曼的十他年德的银子 其实可以买到五座衫 大英姊妹是五座衫 不是只是五间屋 弟兄姐妹想象一下 不只是五间房子 是五座衫都可以买得到 那奈曼呢还不止 还带了六千四项的黄金哦 他不只带了银子 他还带了金子 也就是说他带了六千十克的金子 就是说一共有七十公斤的黄金 这个黄金大概是有七十公斤 这个数字呢实在是很惊人的 非常惊人的数字 也都显示出乃曼呢 以为呢可以用金银财宝呢 来到购买神的衣治 这样子也显示出呢 就是奈曼呢他以为呢 要用这个金银财宝 来购买这个仙芝 仙芝的衣治 仙芝的衣治 那接着呢 在王下五章六节呢 就告诉我们听 那接着在《亮王记》下 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奈曼呢还带了亚兰王的介绍信呢 去找以色列王 奈曼呢他也带着亚兰王的介绍信 去见以色列王 信上面呢用着命令的语气 这样说 信上面带着命令的语气说 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马蜂 上面说 我打发神仆乃曼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马蜂 亚兰王和乃曼呢应该都不知道 撒玛利亚的仙芝呢就是以利沙 那么亚兰王呢和乃曼呢应该都不知道 撒玛利亚的仙芝就是以利沙 他们呢以为呢先知呢都应该为最高领导人服务 他们都以为呢先知应该也都是为这个最高的领导人服务吧 所以呢直接去找皇帝呢就对了 所以他们觉得直接去找那个国王应该是对的 所以呢亚兰王呢就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给乃曼带去见以色列王 也所以说这个亚兰王就写了这封信 交给乃曼带着去见以色列王 很多人都好像乃曼那样 很多人都会像乃曼一样 以为靠着权势地位 他以为靠着权势地位 社会有名望的人 社会有名望的人 就可以得到帮助和满足到他们的需要 就可以得到帮助以及满足他们的需要 谁知道呢 这个以色列王看到这封信呢 就知道呢 这个以色列王看了这封信以后 就撕裂他的衣服 他就撕裂了衣服 撕裂衣服在当时的意思呢 就表示极大的忧虑 撕裂衣服呢 在当时呢就是表示说有极大的忧虑 以色列王呢就这样讲了 以色列王他这样子说 我喜事神能使人死死死人活吗 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沉溃攻击我呢 他这样子说 我喜事神能使人死死死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沉溃攻击我呢 所以以色列王呢认为大麻风医治的困难呢 就好像要起死回生那样 所以以色列王呢认为医治这个大麻风呢 就好像要起死回生一样 是只有神才做到的 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的 而这个以色列王呢 根本没有想过神 会借任何人或任何方法去医好这个病 而他也没有想过 神呢会借着任何人或者任何方式去治这个病呢 所以以色列王呢认为亚兰王呢 是找借口呢 来制造两国的矛盾 是宣战的伎俩 是宣战的伎俩 结果呢是以利沙去听闻这件事 结果呢是以利沙听闻了这件事 他自己去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 叫乃曼去找他 他呢就自己找人去见以色列王 并且指示说要叫乃曼去找他 乃曼于是呢就去到以色列的家 sorry 乃曼于是呢就去到以利沙的家 于是呢乃曼到了以利沙的家 他虽然是一个大元帅 他虽然是一个大元帅 但是都不敢呢很傲慢地就入屋 但是他也不敢傲慢地就进屋子 他只是呢站在门口等以利沙出来 他只是站在以利沙的家门口等他出来 以他一个这样的大人物 以他这样子一位大人物 这个做法呢都算是十分谦卑恭敬 他这样子的做法算是十分的谦卑恭敬 都很难得 非常的难得 但是谁知道呢 以利沙竟然没有出来 所以知道呢 以利沙竟然没有出来 只是打发了一个使者出去 他只是打发了一个使者出来 跟乃曼说 叫他这个约旦河沐浴七次 他呢叫这个人跟乃曼说 去约旦河沐浴七次 于是乃曼呢就很生气 于是乃曼呢就发怒 他这个怒气呢就将他虚伏的谦卑完全暴露了出来 为什么乃曼这个怒气呢 他把他的那个虚伏的谦卑完全的暴露了出来 为什么乃曼听了这句说 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的话 会怒到要走 为什么乃曼听到呢 利沙说要叫他去沐浴七次 他这么生气的要走呢 是因为他自以为是 那是因为他自以为是 他认为先知应该是要用他心目中的方法来医他 他认为先知应该要用他心目中的方法来医治他 在五章十一节他这样说 在第五章的十一节他这样说 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 在患处以上搖手 自好这大麻风 他说我想他必定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 再患处以上搖手 治好这大麻风 所以当以色列只是透过仆人 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呢 他就不相信自己可以因此得医治 因此呢当先知告诉他说 要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就会医治 他呢并不相信这样子可以得医治 甚至他可能以为以利沙在弃弄他 他甚至以为以利沙在弃弄他 所以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好像赖曼那样 你会不会像赖曼一样呢 限制了神对你施恩的方法 限制了神对你施恩的方法 当赖曼气愤愤要走的时候 当赖曼很气愤的时候想要走的时候 他几乎徒劳无功地要回去了 那几乎是要徒劳而返了 好在他有一个仆人劝他 好在他有一个仆人在劝他 他有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说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 你喜不作吗 何方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呢 他的仆人这样子说 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 你气不作嘛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呢 乃曼呢就接受了仆人的劝告 乃曼听了以后呢接受这个仆人的劝告 他就真正谦卑下来 他真正的谦卑下来 放下自己的看法 他放下自己的看法 照着先知的话在约大河沐浴七次 他照着先知的话在约大河沐浴了七次 接着呢他就完全康复了 接着呢他就完全康复了 到底先知伊丽莎 为什么要乃曼去约大河沐浴七次呢 到底先知为什么要叫乃曼去约大河沐浴七次呢 是不是约大河的水有特殊的功效呢 是不是约大河的水真的有特殊的功效呢 其实真正能够令乃曼全遇的是神的大能 其实真正呢可以使这个乃曼得到医治呢 是神的大能 先知要他约大河沐浴七次的目的 先知要他去约大河沐浴七次的目的 是要乃曼的彻底的谦卑努力 是要乃曼可以彻底的谦卑下来 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 放下他的自以为是 用信心顺服神的说话 用信心并顺服神的说神的话 所以乃曼蒙恩得医治经过就是这么简单 当他去以色列的时候 他带着金银衣物 还请了两个国家的元首来帮他 实际上 神的恩典是不需要金钱和势力 神的恩典不需要用金钱和势力 更加不需要人表面的敬虔 更不需要人用表面的敬虔 而是需要一个真诚谦卑的心 信靠神的话 并且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并且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行 那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得恩典 那我们就可以得医治得恩典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我们同样正视这个谦卑 虚心 在上书大于莫有一句名言 在上书大于莫有一句名言 满招选 谦受益 满章损 千受益 另外论语 述仪篇有这么说 另外在论语的书篇也这样说 三人行 必有我诗言 有没有听过这两句经典语录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两句经典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骄傲的人自大自满 意思是说 骄傲的人自大自满 不肯和人平等相处 更加不会虚心受教 更不会虚心受教 最终只会招来损失和灾害 但是谦信虚心的人 就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 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 他尊重别人 尊重他人 不耻下问 必定能够尽得修业 所以做人之道 因此做人之道 就要去除骄傲 要去除这个骄傲 学习谦虚 谦卑是蒙恩之道 谦卑是蒙恩之道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的登山补训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登山宝训 他论八幅 那边有谈论八幅 而第一幅论道就是谦卑 第一幅他指出的就是谦卑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上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学习谦卑 我们需要学习谦卑 不要执着自己那一套 不要执着自己的一套 以为自己那一套就是真理 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 所以我们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 所以我们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 不是什么都不做 而是要做神那一套 并不是说 退一步什么都不做 而是要做神的那一套 在结束的时候 想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结束的时候 想再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话说有一次大洪水 话说有一次发生大洪水 有个很敬虔的人 就蹲在屋顶上面等人救 有一个非常敬虔的人 他就逃到屋顶上等待有人来救他 跟着有个小船就经过了 很快的有一只小船就经过 船上面人就向他喊了 那船上经过的人就向他挥手 上船啦 叫他赶快上船啦 这个敬虔的人就这样说 有个很敬虔的人他这样子说 不 我对上帝很有信心 我对上帝很有信心 他会施行神迹救我的 他一定会施行神迹来救我 后来这个水位就升到他的腰那里 然后慢慢那个水就涨到他的腰部了 又有一条船经过了 又有一条船经过 船上的人又叫他上船 那船上的人又继续叫他上船 这个敬虔的人又这样回答 那这个很敬虔的人他这样子就回答了 他说他对神有信心 神会为他显奇迹 他说我对神有信心 他一定会向我写奇迹 好了 洪水已经涨到他凶堂那么高了 那跟着很快这个洪水一直涨 涨到下巴了 再有一条船驶地要救他 再有一条船驶过来说要救他 他再一次的拒绝 他再一次的拒绝 因为他坚定认为神要向他显神迹 因为他很坚定的认为神一定会向他显神迹 好了 现在洪水涨到他下巴 现在洪水越降越高了 到下巴了 有个直升机在他上面 很快上面有直升机飞过来了 放了一条梯踢下来 放了一条绳梯下来 要爬上去 叫他赶快爬上去 这个人张开口 这个人张开 水就涌入去了 那个水很快就涌到他嘴里去了 他嘴里边已经喊满了水 在吉利咕噜的还在说 他对上帝有信心 继续拒绝帮助 最后他带着崩溃了的信心 那最后他带着这个已经崩溃了的行星 来到天堂的大门 他来到天堂的大门口 去见到仕途彼得 他看见了仕途彼得 他就这么说 他这样子说 我还以为神会为我显神职 我彻底失望 我以为神会向我选这个神机 现在我彻底的失望 那使徒彼得就对他这样说 我不明白你的投诉 我不很明白你的投诉 我们已经先后为你派了三条船 和一架直升机 我们先后为你派了三条船 和直升机 听姐妹们 我们不要用我们心目中认为神 要如何去救我们 我们不要用我们心目中认为神 是应该怎么样来救我们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需要学习谦卑 我们需要学习谦卑 因为神会为我们显神职去拯救我们 不错 神是会为我们显神职来救我们 但是是用神的方法 不是用我们自以为是的方法 但是呢 那是神 并不是我们以为自己的方法 谦卑的功识很重要 谦卑这功识非常重要 乃曼最终呢 是放下了自己的执着 乃曼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执着 以谦卑开放的心理 来到信服神的方式 医好自己 以这个谦卑的心 放下自己的想法 从而医治了他的病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 神医好我们身体的病痛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 神医治我们的病痛 但是有没有想过 我们心灵的病痛 都很需要神医治呢 有没有想过 我们心灵的病痛 更加需要神的医治呢 人生总会遇上一些 失望 伤心 甚至痛心的事情 甚至是痛心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神是很愿意医治你的心灵 有没有想过 神是非常愿意去医治你的心呢 可惜有些时候 我们的自以为是 去阻挡了神的医治 阻挡了神的医治 愿我们学习去谦卑祷告 愿我们去以这个谦卑的心祷告 来够尋求神的医治 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寻求神的医治 我们今周的经文呢 就是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我们这个礼拜的经句 是在历代之下 七章十四节 大家在研磨幕上可以看到 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 或者是讲普通话 或者是讲广东话 我们一起读两次这个经文 预备起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谦卑 我必从天上随听 赏免他们的罪 以至他们的地 愿我们一同学习谦卑 以至神可以取去我们的罪 也都取去我们的病痛 我们用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取材自刚才我们的经文 这个歌叫尋求神的念 这首歌也是取材自身的语言 这首歌也是取材自身的语言 这首歌也是不太敢 这首歌也是取材自身的语言